说到朝鲜 您是否怀疑在导弹技术方面 伊朗与朝鲜有合作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留给情报专业人士来回答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朝鲜的记录 它们没有一个武器是不扩散的 除战争之外 对于朝鲜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呢 可能性是朝鲜政权认识到 它们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是死胡同 现在除了战争之外 唯一的途径是通过经济胁迫 这种能力主要掌握在中国手中 但其他国家也有这种力量 事态的发展趋势一直是极为积极的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终止和朝鲜的贸易 比如越南 菲律宾 这个名单很长 大家都知道 中国对朝鲜拥有主要的经济影响力 我们希望中国会出于本国利益考虑施加这种影响力 但是我们无法要求中国在此外做得更多 中国认识到局势已经在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思维上三个根本变化 这三个变化 我们必须一道合作 第一个变化是 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唯一可接受的答案 你以前听说过很多 说什么双暂停 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不会再奏效 因为朝鲜的核项目已经走得太远 第二个是 中国认识到朝鲜问题是朝鲜和整个世界之间的问题 包括朝鲜和中国之间的问题 他们有这样的说法 说朝鲜问题是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 中国认识到 朝鲜半岛无核化符合中国利益 这是因为会面临核不扩散政权分崩离析的威胁 如果韩国 日本认为他们也要像朝鲜一样武装自己 那会怎样 第三点是 中国认识到自己确有化解这个局势的经济胁迫能力 中国如何决定取决于中国 我们知道 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施加了更多的限制和制裁 这些制裁必须要严格执行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 这些还不够 除非施加更多压力 否则朝鲜不会认为去核化符合其利益 没有燃料 你能发射导弹吗 朝鲜的燃料完全依赖外部资源 所以如果所有国家一致认为 更加积极地施加经济制裁并切实予以执行 那么除战争外就有其他的选项 金正恩在最近的讲话中 有多少次提到统一这个词 他所想的是怎样的统一 那是朝鲜极其失败的制度主导的统一 需要认识到的是 朝鲜发展核武器 不仅仅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 用于自卫目的 同时也是为了进攻和胁迫目的 这一点是世界必须认识到的 金正恩在最近的讲话中向韩国伸出橄榄枝 表示会考虑派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 并称对于韩国对话持开放态度 您对此如何看 如果有人认为那个讲话令人放心 那他一定是在假日喝多了太多的香槟 本质上他说的是在打造一支可以一触即发将世界置于危险之中的核力量 这是个很大的担忧 我认为那个讲话很明显地表达了其目的是什么 其目的就是用简单的办法离间韩国和美国 当然这是不会发生的 金正恩一直以来的挑衅行为让美韩同盟关系更加紧密 如果经济制裁不奏效 我们的时间表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为总统准备好各项选项 包括军事选项 我们对此并不会言 我们在制定和完善这些选项时 会与盟友密切合作 尤其是如果我们在得不到朝鲜政权合作的情况下 要实现朝鲜无核化 我们会将这些选项 及其各个选项所具有的风险与后果 成与总统共其决策